Hello,大家好,我是河马副委Martin 今天在东区安大略这个城市拍摄Lancy朗斯地产 在这边的一个新盘项目叫New House 我们拍摄一下其中一个紫色区叫Auto的连排户型 刚才我们拍了编套的三号户型 室内是1612尺,售价59万多 它的隔壁就是二号三号中间是一号户型 室内是1317尺,售价是51万多 大概一号户型我进去看了一下 一楼就是车库,房间都在二楼 它是被二号三号加在一起的,是两个房间,两房两位 虽然价格便宜,但是我觉得性价比应该还没有二号三号更好 那我们现在拍摄一下二号户型 室内是1486尺,有一个比较大的前院 当然这个前院跟地块大小而有不同 这个要满间的话,它整个门前这条路是斜的 所以三号的院子看上去比二号小一些 但是有些地块可能院子应该就是一样的 甚至也有地块可能三号比二号户型更大 我个人非常喜欢二号户型这个前院 非常大气 我们进去看一下,室内1486尺的三房 跟三号户型不同,是二号户型的三个房间都在二楼 刚才我们拍三号户型的话,一楼是有一个房间的 进来之后,右手边是厨房和餐桌 餐桌前面是有一个玻璃门可以通往前院 那我们今天已经看了很多朗斯地产的户型设计了 比较大的特点就是窗户都设计得非常大 这是左手边的客厅 这个户型我一来看就觉得非常适合投资 会很容易出租的 中规中矩 现在的户型设计除了窗户多之外 就是一楼都是打通的 客厅餐厅厨房之间是没有台阶 也没有用那种地中海风格的拱形建筑来区隔过来 而外面有一些十年前二十年前设计的话 相对复杂一些 这是楼梯下面的空间 车库门,这边车库门 还有楼梯下面还有一个储物空间 这是一楼的卫生间 这是一个半位,没有淋浴房 二号户型是三房二点五位 一楼有半个卫生间 二楼有三个房间,两个卫生间 我们上去看一下 地台踩上去很舒服 地台应该做过升级 上台之后右手边先是一个次我 次我门前还有储物柜 窗户也是很大 移门的衣帽柜 然后往左边走 先是洗衣房 然后有两个次我公用的卫生间 淋浴房和浴宫合在一起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次我 也有移门的移门柜 好,这是主卧 主卧放了一个king size的床 床间还有很大空间 又是一个非常多窗户的一个主卧 都是L型的窗户 L型窗户之外 这边又加了一个小窗户 每天可以看星空 可以晒太阳 这是主卧卫生间 两个洗手盆 浴缸和淋浴房 然后步入衣帽间 三房2.5位 麻雀虽小 武藏俱全 1400多尺的房子 售价56万 比三号户型便宜3万块钱 又比一号户型贵5万块钱 但一号户型是两房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二号三号户型都很适合投资 好,这是河马夫人Martin在东区安大略拍摄 Lancy Lancy Home 在这里的新盘社区New House 有三个紫色区 我们现在拍的是连排的紫色区 叫Auto的二号户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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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